潘长江曾在某节目中透露自己的军衔,他是部队文职工作者,现场叫起了大家认勋章,让人没想到的是看似笑咪咪一脸和善的潘长江军衔居然是大笑,想证师级待遇,这来头可不是一般的大啊。 当年一亮剑出名的李佑斌,经常出席活动时身穿一身军装,不过据说他只是部队文职军人并没有军衔,可是阴影视距的影响,他在娱乐圈内一般人还真不敢得罪。 韩洪于2009年加入武空军政治部文工团,军衔为技术武级,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,2011年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,2015年退役时,已经享受正师级待遇了。 韩洪于1992年进入总政歌舞团,先后担任小品喜剧艺术团副团长以及团长,2010年出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,两年后,韩洪升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,出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后, 韩洪从专专业技术三级文职干部转为现役军官,被授予少将军衔。 感谢观看